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今天是香港时间4月29日星期一 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 观众朋友大家好 在新闻开始之前 表场想跟大家分享一位 来自芝加哥的张女士的经历 张女士在做白内障手术前被告知 血糖过高无法做手术 她在尝试三高代謝宝后 血糖有明显的改善 张女士不仅成功接受了手术 还发现自己的皮肤变好了 夜间不再频繁起床 三高代謝宝自在通过调节和平衡身体各项机能 促进器官和生理系统恢复正常代謝 修复自身的疗愈能力 健康补充品的效果因人疑疑 张女士的体验可能并非典型 我们鼓励大家在尝试新产品之前 咨询医疗专业人员 了解更多信息请上健康520网站 我们首先看看两岸新闻 难免请听报道 中美两国高层首脑回忤之際 中美双边关系仍在持续恶化 近期多名中国医学领域研究人员 遭到美国拒绝入境 引发外界关注 据悉 近期不少在美国大学工作的中国研究人员指出 他们肯回中国一次后 返回时肯美国海关遭到民讯 并且关押很多个小时 近期 大量医学科学领域的学者成为被盘问对象 一些人肯返美后被拒绝入境 或被驱逐 甚至遭到取消证件 目前为止 美国海关同边境保护局CBP宣布 所有进入美国的国际游客 也包括美国公民都必须接受检查 英国《卫报》4月20日 报道引述中国学者 耶鲁大学医学院病理学教授 秦岩的话说 据他所知 有十多名来自耶鲁大学 和其他大学的中国学生 被美国拒绝 他们的有效签证遭作废 也有英语学术期刊表示 在今年第一季度 有诸多名牌大学学生 和研究型大学的科学课程博士生 在帮中国探亲被拒绝重新入境 并直接遭遣返 一些学生被禁止在五年之内回到美国 相关做法被认为是 为了配合美国对北京当局的科技制裁 近年来美国FBI发现多起涉取技术案例 都是由美国研究机构内的中国学者引起 他们在为美国工作的同时 收取中共政府的费用 并将尖端技术送回中国国内 2020年5月前川普政府发表公告 宣布禁止和中共有关联的持有学生签证 和访问学者签证入境者进入美国 澳洲战略政策研究所致富指出 中国有95所民用大学 与中共国防部门有联系 这导致学术间谍的风险增加 也有移民律师表示 CBP官员很难真正评估间谍活动的风险 因此可能会发出显反令 亦在最近有研究AI和医学关联学科的学者说 他被波士顿洛根国际机场海关拒绝入境 而他原本是到哈佛医学院担任博士后研究生 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医学工程教授 艾德·华国对《惠布》表示 他认为在现在的政策下作为中国学生 如果想来美国学习人工智慧 那还是算了 外界认为一些学生同学者 因为他们设计的领域和均民融合技术相关 因此遭遇了额外的审查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米勒说 被拒绝入境的中国学生比例不到10% 没有造成巨大波动 另一方面 美国国务院亦表示 中共一直通过合法和非法手段获取关键技术 包括强制技术转弱、情报收集和公然盗窃等等 对此 美国需要做出防范 美国大选 两党都尽力展示他们对中共的强硬立场 4月24日 拜登正式签署 是强制自制跳动摸尼旗下应用TikTok美国业务的法案 26日布林肯结束访华刚刚离开北京 又传出大疆无人机恐再劫难逃 美国国会正混让 推动一行针对中国无人机企业大疆的封禁法案 该法案可能会通过 将大疆列入联邦通讯委员会的核名单 阻止其在美国通讯基础设施上运行 从而停止大疆在美国的大部分商业业务 消息称 大疆生产的无人机在美国的执法机构 以及业余爱好者市场占据主导地位 这项法案得到了美国两党的支持 但大疆公司展开了强有力的游说活动 来反对该法案 大疆希望其美国用户能够帮助说服立法者 让他们相信美国没什么可担心的 让大疆无人机继续飞行 反而将带来更多益柱 但目前来看 美国政客却不敢认为 该法案的主要发起人之一 纽约州共和党众议员斯·特范尼克 在本月的一份电子邮件声明中宣称 大疆带来了不可接受的国家安全风险 中国制造的无人机早该撤出美国了 前大疆员工现为美国无人机製造商B.R.I.N.C.工作的大位估计 2022年大疆无人机占据美国商用市场58%的份额 英媒指出 在经历了长期的中国制造代工后 苹果面临3000亿美元价值的中国制造问题 电信报指出 多年来每部iPhone的背后都引有 由苹果在加州设计、中国组装的字样 而在今年4月份 苹果公司静静做出了变化 不再在iPhone背后标注这些字样 而是改为 由加州的苹果公司设计 并且由世界各地制作 这个可能反映出 苹果公司与中国之间的长期互利关系 开始出现裂痕 企业正逐渐摆脱对中国的依赖 根据苹果公司上星期发表的数据 目前企业和几百家零件和材料供应商建立关系 虽然中国的供应商份额仍然是最大的 但它的市场蛋糕正在慢慢地转向其他地方 在2023年 苹果公司的465个生产基地中有156个位于中国 占总体的33.6% 而在5年前 这个比例为46% 失去的份额大多转向了越南、台湾、南韩和印度等国 摩根大通的报告称 2022年 苹果只是在中国境外组装了5台iPhone和其他产品 不过目前苹果希望 最快明年在印度生产总量四分之一的iPhone 之前 苹果经历了2022年疫情期间的中国富士康工人大逃亡事件 直接导致苹果公司的产品生产日期延误 导致苹果对中国的製造链失去大量信心 寻求退路 自2023年以来 新的iPhone机型从公布那天起 就在印度和中国同时生产 苹果并不是唯一一家准备将生产迁出中国的公司 上海美商会发现 去年在中国经营的美国公司中 有五分之一正在转移供应链 五分之二正在寻求重新部署原本计划在中国的投资 而作为中国製造的长期执行者 近四分之一世纪以来 苹果一直在中国保有大量业务 而目前中国市场的动能显著衰退 今年第一季度 苹果失去了智能机销售第一位置 落后于中国国内厂商Vivo和荣耀 分析师预计 今年第一季度 苹果在中国的销售额将达到159亿美元 同比减少11% 同时 由于美国两名总统候选人均表示 不排除对中国进口产品征收更多关税 苹果公司的生产链面临更多考验 由于对苹果在中国市场困境的担忧 今年以来苹果的股价已下跌约11% 市值蒸发于3000亿美元 电子产业顾问马克扎特表示 目前中国的生产链对苹果来说仍然重要 但企业正在逐步削減对中国的依赖 以降低风险 我们来看看国际新闻 下面请听报道 烏克兰日前再次发动夜间大规模无人机攻击 击中俄罗斯南部的两间链油厂 和一处军用机场 在最新的国际军事援助之下 奥防长访问乌克兰 承诺对乌克兰最佳价值1亿奥元的军备 乌克兰国防部门消息人士向法新社表示 26日晚 乌克兰动用大规模无人机攻击 襲击了俄国南部克拉斯洛达地区 两座链油厂的重要技术设施 链油厂发生一连串爆炸后 现场喘起大火 俄罗斯国防部在电报群Telegram承认 乌克兰在夜间对俄罗斯联邦境内目标 发动袭击的新尝试 克拉斯洛达地区的俄方官员通报 库班河畔斯拉·杨克斯镇一座煉油厂 因为预袭而暂停运作 俄方没有提及遭到乌克兰多少架无人机的襲击 但称俄罗斯防空系统拦截了17架乌克兰无人机 发生写说 乌克兰近几个月来加大了对俄罗斯的攻击力度 特别是针对能源站点 近期乌克兰获得了最新的国际援助承诺 除了美国和欧洲北约多国的军援外 澳洲副总理兼国防部长马尔斯 星期六宣布 澳方将在向乌克兰提供价值1亿澳元的安全援助计划 在一能子计划中 5,000万澳元将用于资助短程防空系统 3,000万澳元将用于为乌军购买无人机 另外1,500万澳元将用于购买头盔、充气艇、HER 防空面具和发电机等装备 马尔斯当日回见了乌克兰总理 什梅加尔和国防部副部长哈佛里·纽克 他通过声明表示 自俄罗斯非法侵略乌克兰以来 澳洲对乌克兰的军援已达到8,000,000,000澳元 澳洲向乌克兰提供的装备 包括120辆大毒蛇装甲车和陆门榴弹炮 作为辅导行动的一部分 澳洲国防军对向英国训练乌军人员亦造出贡献 另外,美国《内幕》杂志报道 美国政府正通过另外公司 为乌克兰从哈萨克斯坦 购买了总计81架回收战机 均为苏式飞机 包括米格-29战斗机和苏-24前线轰炸机 也包括米格-27前线轰炸机 但乌克兰空军并不装备米格-27 有分析认为,这些飞机被送往乌克兰 可能会有两种用途 一是被当作有利引诱俄军发射导弹 而是作为器件捐献 为乌克兰空军的米格-29战斗机 和苏-24前线轰炸机等提供零備件 目前在顿涅茨克,俄罗斯有114个军事单位 乌克兰只有59个军事单位再阻击或进行小规模反击 而此前1月份,俄乌双方军力对比僅为79比54 标志着俄军正用更多人力冲击乌军的防线 现在乌克兰需要更多人力 哈马斯極端分子再次发布两名人质的短片 包括一名美国裔以色列人和一名以色列公民在内的生存短片被放出 在短片中,被关押者形容潮水,在哈马斯威胁下要求達成协议 这是这个星期哈马斯发布的第二段人质影片 这些影片证明,仍然有部分以色列人质仍然存活 同时试图对以色列构成威胁 以色列的强硬派坚持认为,在哈马斯无法认同以方的人质交易之制 应当采用打击哈马斯军事力量来营救人质 4月28日当日,以色列财政部长、极端强硬派政客斯莫特里克 呼吁以实力换回被关押公民的人身安全 他甚至说,如果以色列计划取消对加沙南部拉法的军事地面攻击 他将呼吁推翻来塔利亚湖的政府 斯莫特里克将以色列目前的谈判努力形容为走向投降 并宣布协议的达成将意味着对人质判处死刑 并对以色列国构成直接的生存威胁 斯莫特里克说,如果来塔利亚湖投降并撤回攻击拉法的命令 他领导的政府将不再有权利存在 他宣称这一时刻是以色列人民的命运时刻 并呼吁来塔利亚湖表现出勇气 因为进攻拉法对于摧毁哈马斯、恢复以色列的安全 以及救回人质来港至关重要 在斯莫特里克做出相关言论之制 来塔利亚湖政府正就尝试于最后一刻和哈马斯达成停火协议 预计哈马斯代表团会在29日抵达开落 计时双方代表将讨论细节 外交部长以色列卡茨表示 如果哈马斯真正宣布释放部分人质 以色列准备推辞对拉法的军事进攻 假如哈马斯不再对协议的要求进行挑剔 这样30至40名的老羊和生病的人质 会有获释的希望 多谢收听这节的今日新闻再会 祝福 knee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